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那山 这些朋友们都感觉到了,我今天的状态不一样啊 有点高兴啊,随着我脸到这来了 朋友们说,老宋咋的呢?随着我脸开花了,这这么高兴呢? 哪有问?赚钱了呗 赚了钱就高兴呗 老朋友说,怎么赚钱了呢?是这样 老宋呢,昨天去了趟银行 因为老宋有几年前的一笔存款到机了 昨天去办理哦 结果一办理之后,利息朋友们猜有多钱 四万多 准确来说应该是四万零五百 高兴啊,舒服 好,那肯定有朋友说了 老宋你也没见过钱的小架子起 几万块钱就可以乐成这样 对,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对吧,咱不就普通老百姓,普通丘人 那好几万块钱可不乐成这样子 哪的 你看,朋友们看看 能看到吗?利息 四万零五百 挺高兴,有朋友就肯定问了啊 老宋啊,你这存了多少钱呢? 啊?你四万多利息 啊?你这存了不少钱呢? 哎,还说实话,还真就存了没多少钱 就存,多钱呢? 十五万,就存了十五万 嗯,我好一说十五万呢 肯定有朋友就不相信了 有朋友就说了 老宋你竟扯啊 存十五万,利息才多少钱的利率啊 你存四五万,怎么可能有四万多的利息呢? 你这就胡说 你买的是基金吗?还是理财呀? 或者怎么样啊? 哎呦,一看你这么问老宋就不了解老宋 老宋怎么可能买那个呢? 我胆这么小,我怕没啊 我可不敢买基金不然的理财 楼看老宋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老宋就是一个爱好 有点钱了就存银行 就这么点小家子气啊 你要买那个,我可不敢啊 我就是妥妥的,踏踏实实的存款 那我朋友说了 既然钱不多的,利息怎么那么多呢? 钱是不多 我存的时间长了 多长了?五年定期 哎呀,说两句话 五年当时存的时候感觉很漫长 五年十年呢 但是现在想想啊 回头头来一看 也挺快的 五年不过谈子一挥一剑 再加上三年一群 这五年,抓就过来了 抓我就到齐了 抓我就取利息了 那现在有朋友也不相信啊 说五球算你五年啊 那你利息多少个财啊 就算你四个点利息你才多钱呢 哪有那么高啊 你也取不了四万多利息啊 净胡说 你看你就不懂啊 首先啊 我是不再是 不是在四大银行 不再是四大行存的啊 我是在城市银行存的啊 那么城市银行 当时的利率五年里 才利息是多少 我给你看一看利息率是多少 看这 看这 看到吗 能看清不 是这吧 看清看到吗 五点四 十五万 五点四的利息 你算一算 高不高 我就当时我现在就来回想 五点四的利息 怎么那么高呢 五点四的利息 你找什么概念不 你要是按看数据的话 你都知道都能跑赢 通货膨胀的平均值了 通货膨胀 也的平均值也就是每年五点多一点啊 这个利息是足够够用的啊 哎呀 看这利息贵嘛 我说两句话哦 你说这挺贵的一件事啊 这要是每个月都有这利息 当时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那得多贵呢哦 但是呢 哎呀 说实话 取得利息的时候挺贵的 但是你说这个钱出来我能干啥呀 我不能去 我说买小米去 买车去 那不行 我可不干这事的 花了 那不行 那咱怎么问呢 我还得出银行呢 可是这样再往银行一存的话 就感觉心里不舒服了 为什么呢 现在银行的利息低了 我就说还是同账这家银行 哦 我就是到期这家银行 现在的利率多少 两年和三年的利率 2.5 哎呀 最奇葩的是什么呢 五年的利率竟然还低了 变成2.45了 你说这块 以前都是什么 我存款时间越长 我的利率越高 现在很好 我存五年的反正利率低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仔细想了一想 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金融机构 银行啊 不看好以后的利率上涨 大家可能在大家的心目中啊 可能感觉以后的利率和持续下跌 所以你存了五年 我还不能给你那么多利率 给你那么多利率赔了啊 哎呀 看这想一想啊 你说 这要是这个利率的话 现在这个利率 还不如当前我存的利率一半高呢 啊 那我刚刚按我说的是呢 纯 纯 纯 那时候挺高兴 回来 现在一看 在往前存的时候 感觉心痛了 感觉他们抢我钱一样 我当时就想 有没有啊 就这五年我也不取了 把这个本领本带给 叭 还是按往年那个利率 存利的 哎呀多好啊 可惜没有了啊 朋友看看 太低了 这个利率啊 而且 照他们的金融机构 判断的 可能越往后利率越低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低的利率啊 利息 还不是十大行 十大行会更低 那么 我们 有这点钱 我们到底存 怎么办才好呢 我们还要不要存银行呢 啊 对吧 可是话说回来了 老宋主任想着 关键像我这种普通老百姓 你说我不存银行 我把钱放在哪呢 我是买房子 投资股票 理财 黄金 期货 哎呀 我仔细想了想 哪个我也不敢 啊 存在银行 可能利息会低一点 可能跑不赢 存货膨胀 可是我感觉 放到别的地方 我的本金都危险呢 不是利息不利息的事啊 所以啊 一咬牙一叹气 我这个钱 还是得存在银行 低利息就低点吧 亏就亏点吧 我也印了 普通老百姓 我先保住我的本金吧 是吧 朋友们 咱们也聊聊啊 你说你有没有求利息 最贵的时候啊 还有你现在钱放在哪呢 是放在银行 还是投资呢 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书 看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书 关注老书 咱们下回见 拜拜